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現在來到了宜蘭了 來來釣蝦場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就是要來釣 班截蝦石 好啦 那等一下我们先进去准备一下吊主 再跟各位说一下 今天我会用什么吊主做吊吧 GO 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吊主 我今天绑了一条山石的吊线 那这种线主啊 依然在地吊主都是用这种 台式转换 不过它就是要搭配这种水滴沟 或者说梅花沟 你要自己绑上去的 OK了完成了啦 那我们上完浮标两个水深之后 就去开单做吊吧 说这次为什么我要玩水滴沟吊主 是因为上次我用梅花沟吊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我沟子太重了 番茄虾它们体型比较小的时候来吃了 我浮标讯后非常不明显啊 所以这次我才想说 回来玩水滴沟吊主啊 好不好 那今天我是打算开一个两个小时吧 我们再看看等一下吊方式如何好了 OK了各位我已经开好班杰虾时了喔 它这边计算价钱的方式是一个小时450 两个小时850了 然后我们是钓完再去算钱就可以了 它这边耳盘有附毛巾刀子还有海虫呢 所以来这边钓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自备海虫没关系 它这边多一副了 好不好那我们开始做钓吧 来吧水滴 有发现它这个执行插座的缺点呢 它浮标有可能会缠在一起的 有中了 我要用来 咦 有中了 呦 各位 唉呦 这次的体型 还蛮漂亮的 可以耶 这个体型 这个体型 哇靠 诶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第二只虾起来了 屁屁虾 怎么办 今天这个状况好像 并没有很咬 现在店家要放虾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这家钓虾场的放虾 他们会先将虾子放在笼子里 然后把它丢到我们这个池子里面泡一下 大概泡个半分钟到一分钟 他们才会把虾放到水里面 然后自己自由游动 他们有解释说这个 世卫要让虾子可以适应这个水温 然后才让它出去活动 完了各位 我们第三只虾也是屁屁虾 OK啊各位 我现在室内距离1.5公尺 周遭没有任何一个人 好不好 口罩先收起来了 那我们来这边算个虾量吧 好今天我们只有钓到五只虾 那我们来算一下 五只虾有多重吧 一样用台金秤来秤有多重哦 灰灵 灰灵 二两而已 我们先钓了一个小时450元 只有二两的白虾 对啊 OK啊各位 我们现在在五节乡的出海口这附近了啦 就想说我们钓到这些班杰虾只有几只 想说今天应该就算了 可是没有想到这离开之前 有一位大哥 他拿了一桶班杰虾给我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一袋班杰虾 看来我们今天的catch and cook 着落了 这一袋锅的时候就先倒入橄榄油 等油热的时候我们先把蒜头剪成蒜末炒下去 先拌一下 一会儿 哇 哇 这个味道好香哦 也许这是平常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做了料理 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场景搬到户外来 野外料理的味道就是香啊 各位啊我已经闻到好吃的声音了 可以可以 我们将这些虾子炒到半熟的时候就可以加入葱了啦 青葱加满满 水了耶 等等再加入点辣椒哦 因为我本身是个喜欢吃辣的人啊 所以我刚刚有买这种大辣椒 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再翻炒之后 我们盖上锅盖等候三分钟 美味即将上桌 这锅边气好香哦 闻起来有一种焦蒜的味道 然后搭配虾壳的香味 哇 哇 哇 各位这个虾头好甜啊 哇 我觉得可以呢 哇 真的没有在跟你夸张的 你的 它這個蝦肉有一種 椒殼的香味 這樣子炒好好吃喔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瓦斯爐搭配這種白鐵鍋去炒蝦 這種火候它可以把蝦子它的蝦殼炒出它原有的香味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以的味道 以前我們都在釣蝦場直接那邊煮啤酒蝦或是烤蝦 感覺會吃不到這一種美味 那這次我們連著辛香料一起吃下去吧 這輕鬆的搭配它讓這個蝦子多了不一樣的色彩 有沒有看到嗎 蝦頭裡面非常的肥厚 每次樹這種鮮甜的味道都會讓你的腦門受到衣服衝擊 不一樣 體型優良的蝦子 那等一下這些蝦子會把它吃完了 還有垃圾會把它帶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個影片見喔 掰掰